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 将新界北部个别发展单元与港深口岸的发展及改造项目 相互结合进行综合规划 提升新界北部为一个完整的都会区 同时 深圳市一提出规划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 推动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等建设取得突破 本月12日 2021年罗湖区产业空间推介 即招商大会举行 更深一步推动深港合作 罗湖区区长范德凡透露 十四五期间将陆续释放 约8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 分布于八大重点板块 其中三大板块将呈深港合作重要平台 包括重点发展跨境消费 跨境金融的火车站口岸片区 重点打造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联堂片区 以及将深港科技服务合作区的深南东新秀片区 罗湖过去五年已供应土地1190万平方尺 释放土地资源420万平方尺 新增产业空间4460万平方尺 据悉 通过城市更新土地整合 罗湖将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打破土地资源紧张尊敬 近两年将释放2600万平方尺产业空间 在2021年 罗湖区政府工作报告中 推进深港口岸经济带建设 亦被列为年度重点工作的头条 经济带以罗湖、文锦渡和联堂三大口岸 为核心 市权是深港口岸经济带的先行启动区和核心区 并重点包括联堂口岸片区打造深港民生协同发展区等五个区域